为了310给你全方位的好天气 大家好我是伟静 礼拜六开始就是一连三天的元旦连续假期了 不知道天气状况变化会怎么样呢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首先呢这几天影响北部跟东北部地区的冷空气 预计明天就会开始减弱了 所以明天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就会开始回暖 而且相对来说比较温暖稳定的天气 全台各地都会维持大概到礼拜六左右 不过很快的到礼拜六晚上呢 又会有一波新的冷空气 伴随着一些水汽南下影响台湾了 所以预计从礼拜六晚上开始 北部跟东部地区就会转成湿湿凉凉的天气形态了 还有的是呢现在看起来这波冷空气 对中南部地区的影响就没有这么的明显 这么的直接了 中南部地区预计还是维持多云到多云时勤的稳定天气 但是早晚也是会转凉的哦 所以提醒您跨年夜呢 全台各地的气温都是比较偏低偏凉一些的 特别是在北部跟东部地区 提醒您外出活动一定要记得做好保暖的工作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今天呢持续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在银封面的北部东部地区云量都还是比较偏多的 中南部地区位在背风侧 天气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稳定一些 而且比较温暖 都有阳光露脸都是好天气 预计未来这几天呢 在中南部地区就是维持好天气 而且呢就连北部跟东部地区附近的水气 也会很明显的减少 降雨很明显的缓和下来了 什么时候才会开始再度的下起雨来呢 就像刚刚讲到的在礼拜六晚上 礼拜六晚上开始呢 台湾附近的水气才会变得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啊在北部跟东部地区 可以看到颜色比较深哦 又会开始再度的下起比较明显的降雨了 礼拜六晚上的雨是预估会持续到礼拜天的白天 所以这几天呢要出门的话 可要记得攜带雨去了 进步来看一下降雨的分布 明天后天主要降雨的区域 还是落在基隆北海岸东北角区域了 所以呢明后两天前往这些地方呢 还是要记得攜带雨去 那么呢到了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 除了在基隆北海岸东北角有零星降雨之外 就连新竹以北地区呢 受到新的一波冷空气南下 以及水气移入的影响 也会开始出现一些雨势 礼拜六晚上到礼拜天的白天 就连北部也会开始下气雨来 所以提醒您要出门的话 要记得攜带雨去了 那么在降雨的分布呢 今天在北部地区依旧是比较凉 比较冷一点点的 低温只有17度 高温大概19度左右 而预计呢在礼拜四之后呢 气温开始明显的往回升了 可以看到明天呢 在北部地区的高温就有机会来到25度 而到了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 也有机会来到20几度的高温 不过特别提醒您了 礼拜六晚上开始呢 新的一波冷空气南下之后 气温就会再度的往下滑 预计呢低温来到只有14度 礼拜天的白天呢 高温更降到只有18度左右 所以呢在跨年夜当天 北部地区恐怕都是比较凉比较冷 甚至有机会飘一点雨的这种天气形态 从事一些跨年的活动 前往要多加留意气温上面 跟天气上面的变化了 至于在南部地区呢 则是未来这几天呢 天天都是好天气 气温的部分也是相当的舒适 可以看到呢 未来这几天的高温都可以来到20度以上 甚至在礼拜五还可以来到27度的高温 不过呢同样的在礼拜天呢 新的冷空气南下之后 气温会稍稍的往下滑一些些 高温降到24度左右 早晚比较冷一点点 提醒您早晚外出呢 也是要记得做好防冷的工作了 整体来说呢这个跨年啊 连续假期 现在看起来北部跟东部地区 天气状况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 提醒您iPad活动上面呢 也要值得多加留意 外出要记得期待雨具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周本 sei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